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说复类的一个属性用private修制了它的子类子类继承过来复类以后 但是这个子类子类它就不能够使用这个复类的用private修制的这个属性 因为它是私有的嘛 顾名思义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通过如果我们想这个子类继承过来一个复类 然后我们想用这个子类造出一个具体对象的时候 那么这个具体的对象也不能够使用那个从复类继承过来的用private修制的属性 好 下边那我们用具体的程序来跟大家再详细的讲一下这个PPT的这段话 好 我们打开Eclipse 我们就用上节课的例子就可以了 上节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创建了一个human这个类 然后呢我们又创建了一个学生这个类来继承了human这个类 所以说呢学生这个类里边除了他自己本来就有一个属性 然后又从human这个类里边继承了两个他的两个属性 所以说这个现在student类里边应该有三个属性 那么我们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子类里边写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想要输出他的他的这个名字这个属性 showname我们叫 然后呢我们写sist.out.println 嗯 我们输出this.name 我们this this我们关键词讲过了 就是说我们输出他这个这个类本身的这个name属性 然后保存一下 因为呢我们这个子类是继承的human这个类 所以说human的这个name这个属性呢也被继承过来了 所以说他输出的应该就是就是name这个属性 那我们在这个主类里边比如说我们其中类里边我们写 那我们用student这个具体造出了一个对象 等于new student 然后呢我们这个对象具体都用这个show name方法 然后我们保存去看一下 好我们看发现show name方法输出了他这个name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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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然后我们看距离来看我们前面name它是用public修饰的 所以说他能够成功的就是顺利的输出来让子类继承过来 然后子类的里边我们定一个方法能够成功的把这个name输出 然后我们看就是能够输出这个方法能够那个调用就是访问这个name这个属性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复理里边如果我们把这个public改成private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保存一下 发现哎他开始报错了运行呢他肯定肯定运行不了 因为他有错误为什么会有错误呢 就像我们刚才PPT里说的一样子类的子类里边方法 我们子类现在建了一个show name方法 他的方法里边他不能够访问父类的用private修饰的这个属性 就好比说我们这个是这个类是爸爸这是儿子 爸爸也有些隐私他有些东西他也是不能让儿子看见的 所以说呢这个例子也不太差了就是这这么一个意思吧 就是说因为父类他用private修饰了因为他是私有的东西 你就算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子类我也不想让你看见 所以说这个方法子类内部方法里边他不能够调用 调用他这个父类用private修饰的这个属性 好那我们下面再看如果说我们父类不用protect 然后我们看一下用它protect修饰 我们发现他这个错误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发现可以输出 所以说就验证了我们的这句话就是 子类里边如果说有个方法 他的方法他想访问 从父类那里边继承过来的属性 然后除了父类 父类属性用private private修饰的这个属性以外的话 其他的 其他的都可以访问 我们用这个具体实力也验证了 我们不管用protect还是public 他都能够访问 然后但是只有private我们再看一下 只有private他是不能够访问的 他会发现他会报错 好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具体用程序 程序解释了一下吧 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想要用子类对象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改回来 我们再写上public 我们想用这个子类具体创造出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方法删了 然后说就是我们这里边我们想 这个没有 我们想就是用student这个子类 创造出一个具体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具体的对象看能不能访问 他这个从负类继承过来的这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systerm.out.println 我们写这个student这个对象里边的name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输出看一眼运行 我们看可以输出 然后其中我们看为什么可以输出 因为这个负类的负类的name属性 他是用public修设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子类把这个负类继承过来了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子类 具体造出来一个student的对象的时候 这个student对象可以顺利的输出访问这个name 因为他是name这个属性 因为他前面是用public修设的 然后我们再看换成protect的话呢 我们再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 发现他还是可以输出的 所以说public protect都可以 但是呢如果我们换成private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眼保存 我们发现他又他又会报错 为什么这次会报错呢 还是一样的问题 负类如果一旦用private修设 他一个属性的话 就说明他这个属性 他是私有他的不想让这个子类轻易的 就是不想让所有的东西 就连他的儿子子类他都不想让他调用 所以说这个private是很强大的一个访问修设服 我们要谨慎的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用了private的话 这个子类如果想用这个子类创造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访问他这个属性是不行的 因为他是用private修设的 好 那么我们再回到PPT 还是我们再说 就是通过子类对象名的方式 可以访问负类出私有外的所有成员 就是说一旦这个负类如果有private修设的话 那么这个子类他就不能够访问 不论于什么情况 就是无论以方法的形式 还是以子类继续创一个对象的形式 他都不能够访问那个负类里边 用private修设的这个属性 好 那我们具体总结一下我们这次的课 我们就是大家都可以发现吧 就是那两个具体的解释 总结出来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子类可以继承负类出私有成员外的 所有成员 就是说负类一旦有private修设的成员的话 甭管你此类怎么着 他都不能够计承过来 不能够使用负类这个用private修设的方法 就是private修设的方法或者属性 因为private它是个非常强大的控制服 他就不能够访问私有私有 他就不能够让就连自己的亲儿子 他都不能够使用 好 那么我们下次课 下次课呢我们继续要讲讲继承的问题 然后继承的就具体讲到这个方法的重写问题 这也是继承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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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